两轮啊 这个店我不会转给你了 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懂做生意 我做了6年生意了 你为什么说我不懂做生意 你转得起吗这个店 有点小钱 你看啊 如果你能回答接下来 我说的这几个问题 我这个店的转让费 一毛钱都不要 你别给你了 行啊 那你考我 做生意不是这么做的 你知不知道毛利率怎么算 我举个例子啊 1万块钱的成本 你卖掉了1万5 毛利率是多少 百分之五十啊 百分之五十对吗 不对 你看你就不会回答吧 毛利率它是有公式的 毛利率的公式是 卖掉的钱减去成本 再除以卖掉的钱 卖掉的钱是1万5 减去成本1万 5千除以1万5 等于33% 这个才是毛利率 我就说你会吧 你走走走走 你再考我一个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这个店每天要干多少 才能够付毛本 我再来送你一套公式 这套公式是什么 固定成本属于毛利率 等于年亏平衡点 知道什么是固定成本吗 知道啊 你说 房租这些吧 房租 房租3万 员工工资2万 就算你躺在家里面 也要支出的 然后加上水电费 日常开支 一共算8千 5万8千块钱 是固定成本 属于33%的毛利率 等于多少钱 你帮我算出来 你每个月要干到 17万的业绩 卖6000块钱的西瓜 天的营业额要6000 你能做到吗 没有 有点做不到是吧 是 所以你还有一个东西 你不懂 咱们这个店 50万的转账费 你打算多久回本 一年半吧 一年半是吧 那一年半回本的话 每个月要赚2万5 买到买算20个月吧 50除于20吗 2万5吧 那每个月要赚2万5 你每个月做多少业绩 能不能算出来 你得有个方向 有个目标 又不懂了吧 每个月要赚2万5 也有一套公式 利润加固定成本 除以毛利率 利润是多少 2万5是吧 加上固定成本 5万8 再除以毛利率 等于多少钱 要做25万 你每个月要做25万业绩 然后才能够每个月赚2万5 才能够在一年半以后摆干 没有赚一分钱 收回你的50万 所以说这个风险还是蛮大的 小妹妹 你还决定要租吗 我就觉得 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刚才钱已经不过了 你不是这老板吗 我是来买水果的 这是老板 你跟他聊 我不住了 我不住了 我不住了